近期,缅甸局势动荡不安,缅甸军政府封锁了脚漂港,并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来镇压国感同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。 国感同盟军更是成功夺取老街边的控制权,而德昂民族解放军舰攻克难砍证据点,给政府部队带来巨大损失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与此同时,若开军还成功地缴获了大量的军事装备,并展开对政府部队的进攻,为了反击若开军的威胁,缅甸政府采取空袭手段进行报复。 在这场激烈交战背后,隐藏着一个重要问题,中缅经济走廊的命运岌岌可危。 小漂港作为该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之一,目前已受到战乱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营,由于海域附近遭到临时封禁令限制进入,使得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贸易活动几乎停滞。 中缅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,本应在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发展上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 然而,目前万战持续已使其陷入停滞状态,这对于许多民众来说是个不幸的消息。 因为该走廊原本被寄予厚望能够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。 缅甸军政府封锁脚漂港 12月20日,果敢同盟军拿下了老街缅军1006边防营,把果敢同盟军的旗帜插在了边防营驻地上。 果敢同盟军和缅军在老象堂一带继续战斗,缅军出动武装战机连续轰炸老象堂。 前段时间,果敢同盟军也占领了老街东城,离打进老街城区为时不远了。 四大电炸家族快要覆灭。 12月19日,德安民族解放军攻克了了南侃镇的所有据点,包括缅军野战旅指挥部,缅甸军政府损失惨重,德安民族解放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。 当天,缅甸政府军出动武装战斗机,武装直升机对德安民族解放军的阵地进行了大量轰炸。 12月19日,缅甸政府军和若开军在若开帮兰里岛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,缅甸政府军实施了空袭。 一艘海军舰艇轰炸了兰里岛的兰里镇,若开军缴获了大量的军事装备,兰里岛是规划中的缅飘港所在地,该港口距离兰里镇约50公里。 缅飘港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和重点项目,也是中国通过缅甸打通印度洋的出海口。 前段时间,中国中信公司刚和缅甸军政府达成补充协议,即将重新启动开发缅飘港。 据当地媒体报道,当局已禁止所有渔船和运输船在明年2月之前进入缴飘线附近海域。 看来,缅甸军政府是想用海军舰艇打击若开军。 可以看出,缅甸军政府在核部分明第五达成短暂停火后,缅甸国内又是狼烟四起,战时没有停止的迹象,缅甸的乱战也影响了缴飘港的建设。 缅甸来没有抓住中国斡旋的机会,缅甸的战乱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。 缅甸来说,翻脸就翻脸。 12月21日,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引述其武器调查员分析的证据称,缅甸军政府在打击明第五的过程中可能对平民进行了无差别的袭击。 并在12月初对善邦的一次空袭中可能使用了急速弹药,呼吁对军方可能涉嫌的战争罪进行调查。 不管怎么说,缅甸现在的局势有进一步升级的危险,内乱越打越激烈,美西方还虎视眈眈眈准备介入,缅甸军政府如果处理不好,缅甸这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。 要知道,不久前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,就缅军方和明第五的和谈问题进行过正面回应,毛宁当时证实,在中方的斡旋和促推下,缅军方和果敢,德昂,若开军,在中国境内举行了和谈。 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协议,毛宁指出,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,缅北冲突交火明显下降,强调这不仅符合缅甸相关各方利益,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安宁。 然而,在最近一次例行记者会上,有媒体却指出,缅甸军方和明第五在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,战斗仍在继续。 该媒体向中方求证停火的真实性,我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阐述了相关情况及中方立场。 他表示,在中方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下,缅甸有关各方在昆明举行和谈,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。 中方希望缅各方切实落实共识,保持最大克制,主动缓和现地局势,管控好停火过程中偶发的摩擦,保持停火和谈势头。 中方将继续做缅北地区指战粗谈工作,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。 面对媒体的提问,中方没有明确回答如今双方是否完全停火,而是承认双方举行了和谈,以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确有其事,后续要求缅甸各方落实共识,保持克制,缓和局势。 从侧面说明,尽管有中方出面斡旋,但缅甸各方的根本矛盾未解决,完全停火没有实现。 但中方同样强调将继续指战粗谈,力争让缅北局势软着陆。 就在中方发布上述回应话音刚落,有外媒报道称,缅甸军方为开辟新战线,对西部若开帮的明帝五开展了空袭和海上炮轰。 据悉,明帝五组成的联盟在社交媒体上披露,免政府军出动了一艘海军舰艇,炮轰了蓝里岛的蓝里镇,此前还派出战斗机对该岛发动了空袭。 地面进攻方面,双方在蓝里镇进行了交火,造成了平民伤亡。 明帝五主要力量之一的若开军声称,他们在冲突中取得了优势,缴获了一些军事装备,但没有进一步透露战斗细节。 值得一提的是,蓝里岛是中方支持的深港港口建设项目所在地,有很多中企在此地参与相关项目的建设,规划建设中的缴飘港就在蓝里岛上,位置靠近冲突地点附近。 该港口是中缅经济走廊的核心项目,但由于受到当地战乱波及,港口和附近经济特区的建设推进不畅。 趁着发生战事之际,缅甸军政府还发布禁令,禁止所有渔船和运输船进入缴飘附近海域,禁令持续至明年二月。 这无疑也会对港口建设产生不利影响。 需要提醒缅甸军政府,要用长远眼光看待缅甸国内局势发展,停火止战对缅甸各方都有好处,尤其是在中方促成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后,缅甸军政府更应该带头遵守而非破坏协议。 虽然缅甸发生动乱是其内政问题,但在处理手段和方式上,缅甸军政府需要有所克制,保障中方在缅甸的利益。 缅甸现在一团乱麻,一直处在软禁中的昂山素季终于发表讲话,呼吁缅甸来政府赶紧配合支持北方大国,打击电信诈骗,将被通缉的十大头目尽快交给中方。 还让缅甸来不要过度使用武力,而是采用政治协商的办法,来解决国内的纠纷,否则可能会引发缅甸内战。 昂山素季的办法,不愧是政治家的做派,确实技高一筹。 但是缅甸来绝不可能接受,昂山素季是被缅甸来推翻后软禁起来的。 如果现在缅甸来听了昂山素季的办法,解决了国内纠纷,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,验证自己能力不如昂山素季,再者缅甸来就是电诈集团的总后台。 如果把十大头目交给中方,那缅甸来就彻底暴露了,直接会引发国内动乱。 加上国际制裁,所以坚决不肯交人。 总而言之,缅甸来现在是死底,坚决不肯和平谈判,一定会反抗到底,俄罗斯的支持没用,你缅甸来得不到俄罗斯的权力支持,因为俄罗斯自顾不暇。 现在缅北局势出现了反转,缅甸来已经翻脸,推翻了和谈达成的一个暂时和平过渡的这个谈判的协议。 他目前调进了他最精锐的第88师到缅北地区,要消灭国杆同盟军。 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要把彭德仁指挥的这个国杆同盟军等于彻底铲除,歼灭。 并且他已经扬言,一定要夺回穆杰口岸,不允许同盟军占领。 实际上,他还是想把华人的这股势力彻底清除掉。 他现在跟昂山素季合谋谈,希望他出面平息支持昂山素季的这支人民军,想集中全力对付缅北地区。 我们通缉缅北的四大家族的十名主要的罪犯头目。 直到今天,缅甸政府没有做出实际行动的表示,相反,他把白锁城放回国杆地区。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,缅甸来就是想借助这四大家族,先把同盟军废掉,把这支对他威胁最大的华人武装给铲除。 然后控制缅北地区,尤其是控制了果杆地区以后,再做下一步打算。 他知道白锁城为首的四大家族被通缉的这些人,回到老街,回到果杆地区,要么就是死路一条,要么就是通过他们的手把同盟军干费。 对,然后,他再回来收拾这一块,都来得及。